50年历史的法国顶级水晶在台湾获得相当多收藏家的青睐 而且呢他们还特别要选的就是限量品 为什么呢 因为加以时日会比较有较大的增值还有变现的空间 有150年历史的法国顶级水晶名牌 秋冬推出了新品 蝴蝶夫人水晶花瓶 风潮的瓶身 美女掀起的长发与翅膀相连 一件单价台币70万元 美女与裸体向来可以展现雕塑的技法 这件丰收时美女是1927年的创作 完美的女性线条 屏外屏内亮面对上磨砂 西班牙国王拥有一件 这件水晶香水瓶送给了约代女皇奴儿 这件码头晶莹剔透公益极美 英国查尔斯王子和安妮公主拥有它 这件四叶草作品虚实交错手法细腻 作品其他四叶草是来自于威尼斯的总督府 对 那这个总督府它的建筑当时是来自于 一个的是艺术建筑 鸟儿在花瓶间轻拍翅膀 蓝宝石 仙人掌纹路 都是水晶工艺的极致表现 此外墙上的裸女 水晶桌角和枫叶吊灯 也被空间注入艺术氛围 出品牌与 出品牌 来自于威尽